回到世界新闻全球第一线 我们在线邀请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汪吕中 汪教授 教授您好 是 新华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教授我们要持续来关注的是 大陆的环台军事演习第二天 目前情势还在发展当中 但是昨天呢 中央方面发射了11枚的东风导弹 5枚落到了日本的经济海域 4枚飞越了台湾的上空 不过现在台湾都在讨论的是 国防部为什么没有发布 市警是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吗 不过最后国人还是透过了日本方面 得知了这样的讯息 会不会产生负面的效果以及效应 请教授 确实这是一个值得关注 而且值得讨论的话题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新闻消息的来源 以及发展来看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政府对面对这样的军事演习 中国的军事演习 可能我们可以猜测 本来有两种的态度 大概预测的是第一个是 这个军事演习就是长泰式军演 但是稍微的紧张一点 另外一个态度 阴影的态度就是这是一个内战争 也就是把弹倍提高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不知道国防部 他们现在安排的状况是如何 但是政府感觉起来 透过这一次的这个飞弹事射 但是并没有去特别去公布 可以看得出来政府 似乎是希望可以让民众稍微感觉到安心 把它定调成为就是一般的常态演习 可是稍微的提高一点点的这个 一点点的这个强度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政府必须要在至少在飞弹发射之后 要让民众完全的掌握这样的透明的讯息 因为毕竟是从国外的媒体 得到这个消息会大大的打击到政府的 对于政府的信心 尤其是对于这种紧张的局势 一般的民众会认为 我们应该要可以完全相信政府 所以当日本的媒体公布 这样的飞弹的轨迹的时候 民众也许不太了解整个飞弹的路线 也许不太懂军事 可是他们知道的是 消息不是从我们的政府口中所说出 这个会影响到大家的信任 也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 当中共的检验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而且还不知道会是不是会增强强度 或者时间会不会拉长 现在政府必须要做到的是 安定民心的关键 要认知的是安定民心的关键 在于资讯的透明 要让大家有信心 接下来政府不论做出 什么样的呼吁或者宣告 可能台湾民众的民心世界 才真的能够稳定下来 我们也知道台湾的民心世界能够稳定 整个的经济才不会乱了套 大家才能够比较团结的来面对 所有的困境 所以还是要强调的是 现实的状况是 如果军事演技真的让大家 真的需要提高战备 或者真的需要严肃的面对 那么就应该全国的民众 都得到完整的讯息 而且真的严肃的来面对 所以这是接下来 我们在这几天 可以说是一个对于政府应变的抗压测试 但是也是对于台湾社会 是不是能够面对这种比较紧张的局势 大家能够一起来面对的压力测试 这个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了 确实中共环台军演的恫吓 更需要军民一同团结一心 才不会在心理层面造成了打击 我们还要来观察的是美国方面的态度 白宫今天谴责北京的军演行为 是意图要制造一种新现况 造成一种新常态 并且说美国绝对不会接受 而同时美国国防部也下令 雷根号航母为首的打击群 会留在台湾地区监控共军的活动 我们很好奇的是 过去其实海峡中线 一直是我方非常坚持的一个国防 必须遵守的底线 但现在随着他们的六大军演区域 不仅横跨了海峡中线 甚至离台湾本岛 最近最近不到12公里 对于台湾来说 这压迫是不是更加剧了 确实从新话所说的 其实这个问题很大 我们先从最后一个部分来回答 也就是现在的军事演习 所划定的范围已经接近 甚至是逼近到 进入到台湾的领海范围 也就是说过去所划定的 海峡中线 在这一次的军事演习之后 不见得还能存在 因为这一次的军事演习之后 会不会让解放军变成常态性的 可以跨过海峡中线 过去一个海峡中线 一个安全的警示范围 如果未来不再存在的话 可能会造成的是 整个台湾社会 对于所谓的解放军的 所有的演军的动作 大家的心态上面 会不会更加的紧张 没了海峡中线 到底应该要如何来应应 跨越了中线 或者接近到台湾的领海 领土范围 台湾是不是应该要 强势的反击呢 如果完全不做动作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到底 要如何来做一个 整军备战的概念 这个是台湾要去思考的 那从美国的角度 我们说看到最新的消息 美国的航空母舰 雷根号的打击群 从南海上来之后 这个议长离开之后 就停留在台湾的外海 来进行一个监控 当然这是美国 对于台湾海峡的 这个局势的支持 跟监控 希望能够稳定 亚太的局势 但是我们也要 从几个角度来看 首先是台湾海峡的部分 雷根号接下来 在整个军演的行动 过程当中 雷根号会不会更进一步的去 所谓的展现强势的武装的力量 用军事的力量来向对岸 也就是向解放军来释出 比较强的军事的宣誓 怎么说呢 如果雷根号真的进入到台湾海峡 其实过去曾经发生过 在90年代末期 还有2007年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航空母舰 两次的真的进入到台湾海峡 它的目的就是要展现 美国的军事的优势 那现在二十几年之后 这个是美军的雷根号 还会再次走一次 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来展现 对台湾的支持 这是后续可以观察的 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是 1996年的海海飞弹危机 当时美方是派出了 在一个礼拜之内 接连派出了独立号航空母舰 以及后来的尼米斯号航空母舰 押近在台湾海峡 等于是用军事的强势的武力 来压退当时解放军的 这些军事演习 美军现在还会不会这么做 现在到底是先用雷根号来做监视 接下来还会再投入更强的军力 来做一个压制 还是说仅仅只是做一个监控的动作 那么这是我们后续要关注 当然我们也在强调 我们当然期待美国给更多的支持 也期待日本或者所有的盟友 都一起来支持台湾 但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恐怕还是 台湾自己内部做出来 什么样的阴影的准备 现在在台湾的民众身边 我们真的有感受到这种类战争 或者是军事演习跟过去不一样的气氛吗 还是大家觉得这个军事演习 已经变成一种常态 所以没有特别的感受 20多年前的第三次台海危机 其实当时的社会氛围跟现在很不相同 可是当时的这个军事演习的范围 比现在小的非常多 当时解放军的武装实力也远远不如今日 所以我们可能在台湾的所有的民众 一起要思考的是 20几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为什么现在我们好像相对来说 在军事压力变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好像相对是 好像这个准备好像不太一样 这一点这个是从上到下 整个台湾社会要一起来思考的问题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